相處之道 相處之道人生裏面 與人交往及相處 事不可或缺 但大部分人都有與人相處問題 從而影響人際關係 那麼 怎樣才能養成一個與人有良好的關係 與不同的人 例如 父母 兄弟 姊妹 同學 朋友 鄰居 同事 親戚 伴侶 皆需要不同的處理方法 以維持良好的關係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是一項持續的學習和努力的過程 以下是一些與不同人群 建立良好關係的方法 父母 尊重他們的意見和價值觀 維持開放的溝通 包括分享你的感受 和靈聽他們的想法 給予他們關愛和支持 表達對他們的感激之情 盡可能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例如 財務或健康問題 兄弟姊妹 學會妥協和分享 以建立互惠的關係 鼓勵彼此 並尋求彼此的支持 學會處理衝突 並在解決問題時 保持冷靜和尊重 積極參與 兄弟姊妹的共同興趣和活動 同學 主動建立友誼 並積極參與學校活動 尊重同學的不同觀點和背景 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例如一起做專案或討論課題 提供幫助並支持需要幫助的同學 朋友 保持誠實和信任 並願意分享生活中的喜悅和困難 與他們保持頻繁的交流 並花時間在一起建立回憶 尊重彼此的個人空間和興趣 在朋友之間發生衝突時 以成熟和包容的態度處理問題 鄰居 保持友好並尊重彼此的人 提供幫助和支持 例如在需要時照顧他們的寵物或花園 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以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在面臨衝突時 取溝通和解決問題的方式 而不是遺憾 同時 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 包括尊重彼此的專業知識和工作責任 積極參與團隊合作 並分享工作上的成就和挑戰 避免辦公室政治 並尋求合作而不是競爭 提供支持和協助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親戚 尊重家庭成員的不同觀點和生活選擇 積極參與家庭活動和聚會 以加強家庭聯繫 學會寬容和接受家庭成員的不足之處 在家庭中保持溝通和理解 以解決可能出現的衝突 伴侶建立良好的溝通模式 包括分享感受和需要 學會託協和互相尊重彼此的個人空間和興趣 支持彼此的目標和夢想 並共同制定未來的計劃 在面臨困難時 共同努力解決問題 並保持彼此的支持和理解 無論與那種人相處 都要牢記尊重、溝通、支持和包容的重要性 這些都是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基石 以上重重的應對方法 看似容易 實則臨場不容易實行 但如果肯走出第一步 假以時日則會慢慢累積技巧 人際關係也會隨著時間而進步 人生亦會更加快樂 感謝您觀看此影片 如喜歡此影片 請免費訂閱、點讚、留言及傳閱 謝謝您